Hello 大家好 今天视频内容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如何正确判断了自己的肤质 以及正确的保养自己的肌肤 我为什么会想出这么一个内容呢 主要是前两天 我看到有一个粉丝 他说 哎 脸脸我一直不太清楚 自己是什么肤质 应该就是油皮或者混油 但是有点傻傻分不清楚 两者的区别 我相信其实在生活中不止它 应该有很多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 就不太确定自己的肤质 但其实搞清楚我们肤质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弄清楚之后呢 我们再选择护肤品啊 化妆平常少走很多弯路 并且事半功倍 今天呢 我会把判断方法 以及保养方法呢 会说得通俗易懂 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 应该就能完全的了解 自己的肤质了 好了 假如你感兴趣的话 就接着跟我往下看嘛 假如你想学习更多的话 建议拿本小本门 接下来或者手机截屏都OK 在判断肤质之前呢 我们要搞清楚肤质的种类 肤质的种类主要分五种 中性 干性 油性 油性 混合性和敏感性 像所有的肤质中呢 最好的就是中性肌肤 中性肌肤的特点呢 就是水分油分都很适中 皮肤光滑细腻 红润有光泽 没有任何瑕疵 通俗的说就是像 菠萝克的鸡蛋一样 但是像中性肌肤的话 大部分只存在于 刚出生的小baby或者婴儿 但我觉得成人之中 也有那种 也存在中性皮肤 就像你身边总有几个 皮肤超级超级好 没有任何瑕疵的那种人 反正来看视频的 你属于中性肌肤的话 真是羡慕你哦 像中性肌肤的话呢 就会简单很多 在清洁产品呢 你可以选择各种 质地不同的产品 还有护肤方面呢 你只要根据 气候啊 环境的变化 来选择产品就OK了 总之就是你涂大 保皮肤都很好 接下来呢 就是油性肌肤 像油性肌肤的特点呢 我分为两点 优点和烦恼 像它的优点呢 就是皮肤比较有弹性 不容易长皱纹 对外界的刺激呢 不太敏感 像它的缺点呢 就会比较多 首先呢 比较深 皮肤比较暗黄 容易脱妆 容易长粉刺 容易长暗疮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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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问题 像油皮的皮肤保养呢 就稍微讲究一点 首先从卸妆开始 最适合油皮的卸妆产品呢 就是具有深层清晰的卸妆油 提到卸妆油呢 我想提一个误区 就是有些人认为 油皮不能使用卸妆油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像卸妆油呢 它是用于任何肤质 它的用法呢 十分的温和 而且它的卸妆力度 是所有不同类型产品 像什么卸妆水啊 卸妆面啊 卸妆折离 在所有产品中 它的卸妆力度是最强的 假如你用了一些卸妆油 感觉有长痘啊 原因呢 可能有两个 一个就是你乳化不到位 第二个就是 这个成分含有制痘的成分 但是截面产品 你可以选择成分中 含有性质温和的 清洁因子以及水洋酸 像水洋酸 它本身呢 就具有抗痘 清除粉刺 以及改善毛孔堵色的作用 在护肤方面呢 我们就要注重补水保湿 选择透明赤酸 也就是像玻尿酸等成分会比较好 再接着呢 就是干性肌肤 像干性肌肤特点 首先从优点来说 就是毛孔细小 皮肤一般都是比较细腻的 反正呢 就是皮肤干燥 暗沉无光泽 然后脸部没什么弹性 容易产生皱纹 不易上妆 也就是沙漠皮 有没有中强的 干皮的皮肤保养呢 同样也得讲究 首先从卸妆开始 比较建议用那种 比较滋润的卸妆膏啊 卸妆霜 只能达到边卸妆边滋养 然后在洁面呢 假如你像干皮用洁面 就算有时候 用比较滋润款的洁面 洗完之后 还会感觉到脸紧绷 这里有个小tips 你可以在洁面炉里面 加一点精油 这样就会好很多 护肤方面呢 也要注意两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 每周都要做到 一到两次的营养面膜 这是为了增加我们的血液循环 促进我们的细胞代谢 同时呢 增加我们皮脂和汗液的分泌 第二点呢 就是用温水来清洁我们的肌肤 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碗霜 来给我们的面部做一个按摩 时长大概三到五分钟就OK了 这样呢 就能促进我们面部的血液循环 接下来呢 就是混合肌 其实我觉得混合肌 在五种肌肤类型中 占的比例应该是最大的 混合肌的特点呢 还是分为两点 优点呢 就是两颊的皮肤 比较细腻毛孔 比较细小 T区呢 不容易有皱纹 缺点呢 就是两颊比较干燥 T区呢 容易出油 很干燥 有时候呢 就会油脂分泌旺盛 像我自己就是混合肌 像在冬天呢 皮肤比较容易干燥 在夏天呢 T区会出油 所以呢 最好 像我们皮肤保养的话 根据当天的环境啊 还有气候 来改变我们的保养方式 像我们混合肌 选择清洁产品呢 最好选择乳液型的 这样可以呢 保持我们的滋润度 记住 最好少使用那种 泡沫型的洁眉产品 因为像泡沫型 泡沫型的洁眉产品 会使我们的脸部越洗越油 或者越洗越干 再教大家一个小tips 就是在我们平常用的乳液中 你可以加一点点的珍珠粉 用于我们的体区 因为珍珠粉它本身 具有抗痘和疗毒的作用 接着就是护肤重点 就两个词 保湿和控油 一定要达到水油平衡 最后一个复制呢 就是敏感肌 就是所有复制中 最脆弱的一个肌肤 像它的特点 首先从优点来说 就是皮肤一般比较细腻 而且比较白皙 像缺点的话 就是皮肤自身的保护力比较弱 皮质很低 容易出现红血丝啊 皮肤红肿啊 刺痛啊 脱皮啊 脱水啊等等 其实敏感肌呢 是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的 就是肌肤无法适应 它就会出现不舒服呀 或者过敏的现象 像敏感肌的护肤呢 就要更加的讲究了 首先从清洁开始 产品呢 一定要选择很温和的 其次水温一定不能过热 这样呢会刺激皮肤 导致发红发热 第二点就是避免使用碱性的产品 因为碱性的产品呢 会加重过敏现象 第三点呢 就是可以使用 含有葡萄籽提取物的护肤品 因为葡萄籽本身呢 就可以排除血液中的有毒物质 并且可以大大的缓解过敏现象 好了 现在所有的肤质已经分析完毕了 我们现在可以来实践操作一下 给你们留一个课后作业 好了 今天我们视频这种就到这了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的话别忘了为我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